現在這裏有十幅細的畫 有四幅的柔畫 這就是一個紮潔腦系列 之前在網上流傳過 未公開真的展過 這次我們就想起 我們要搞這個漫畫的音樂節 想你批畫來參與 這也是第一次在畫來參加一個漫畫的音樂節 我想問你兩個問題 我已經講過了 我想先回答一些其他東西 那你講也不用問你答 我覺得我今天這批畫 是一個挺好的龜宿 龜宿? 在河邊? 是啊 因為你猜甚麼都有生命的畫 這是一個好的龜宿 因為很多畫 以前我自己的畫展 我都會在一些Gallery 在四幅場裏面 我覺得今晚是一個好的龜宿 其實我將一個MV 用了一個Yuta Phillips的 International版本 放了上YouTube 已經傳了出來 裡面有一個鏡頭 都拍了原來那幅 原來你是拍了一個集鐵工人的相 然後你將這幅相畫成了其中一幅圓畫 那你作為一個作者 作為一個author 這個畫的作者 你將它那個白色的漢根變成紅色 我不是有任何的含意 就是想問一問 那當然有含意 我來講 你看到 那你就可以問我 那我想這批集鐵工人 為什麼會出現 有些朋友都知道 那我就無謂再看 無謂再看 如果你們不知道 那我就 我在online exhibition 傳了一些給朋友看的 希望你們收到 如果收不到 我早就問一些朋友 自大物物 我不知道 那這樣 為什麼會是一個 白色的漢根 變成紅色的漢根 那我想 其實 要講回我整批畫 還有我 當時我去參與 三次這個集鐵工人 那個罷工 遊行那時候 我的感受 有一天 很大風 好像八號風球 我不肯定 應該是八號風球 那我看電視新聞 那看到一些 報道員 好像很緊張 說殺到來 折鐵佬 很粗魯 搞亂社會 類似這些言論 那時候我看 為什麼 這樣的情況 在天氣下 有個紮鐵工人 他要躺在地上 如果是我的 我會回家 躲起來 不要被 爆風球 那後來 我自己就會覺得 我要去知道 什麼事 雖然我自己 會喜歡一些 不出洞 即是 我喜歡離群 我的生活 但是 有些時候 我就會覺得 我要去知道 多些東西 那我就去參加 那一直是 到到他們 很後尾了 那他們 就去這個 談判 那就派了很多代表 那其中 因為那幫紮鐵佬 有一幫是 尼泊爾人來的 那我有一兩張畫 都是 有他們的樣子 在那裡 零零細細 是很容易認得的 但是那個談判 那個 那次的 談判情況 就是 那我不肯定 是不是 因為我都是 聽回來 我不肯定 是說 政府 和 這個民建聯工聯會 什麼 就不希望 有 這個 尼泊爾的 工人 做代表 進去做 談判的 那 對我來講 我就覺得 挺遺憾 還有當時 我們 香港的 紮鐵佬 就 沒有為到 這幫尼泊爾人 去爭取 他們都有一個人 能夠進去 談判的 當時我理解就是 我接受 香港這幫 紮鐵佬 那個 想法 因爲 我自己理解 他們在 一個 工人 那個 意念上 他未去到 一個 工人 無國界 那種 我甚至乎 我最初 我覺得 工人 應該沒有祖國 那 後來我自己說 清華 不要這麼激 無國界 算了 那我覺得是這樣 那所以 我後來 就畫了 兩張 女性的畫 其實 某個情況 我 這批畫 唯一 這兩張畫 是我自己 講我自己的事 其他的畫 其實是 以一個 類似的 記者 角色 去報道 對 那時候 我就 會 在我 那兩張畫 寫了 用中英文寫 不同 工人 無國界 但去到我 男人 那張畫 是最後一張畫 那時候 我想 其實我很希望 他們都有 這樣的想法 那我就 把那條 白色的 手巾 轉了 紅色 那麼 紅色 是一個 它有很特別的 含意 我想 相信在座 個個都知道 紅色是 有什麼含意 在這裏